邀請局長 請局長就貝軍臺 陳委員好 局長你好 有關今天的主題 我想先聊聊最近所觀察到的國際局勢 也請國安局說一下你們的看法好嗎 這個首先呢 我們知道最近中國產生內部的矛盾 跟它的內部衝突急劇的升高 尤其是在這個根據香港《今日日報》顯示 他們的數字顯示他們失業人口來到7000萬 換算失業率大概20% 那另外呢 內外交迫的情況下 各國剛剛報告也提到 陸陸續續在跟中國球場 不管是官方或是像義大利是民間的團體 那在這樣子的情況下呢 中共面臨極大的國內外的壓力 不過在這個時候我們也發現中共的它的動作頻頻 包含3月底的時候中共搶購了全球5000萬噸的稻米 那前一陣子把解放軍軍官從下市到市集全面加薪 另外香港也在這個時候 明明在疫情的時候 又重新再次提出了香港基本法23條的修法 國安立法 另外4月15號的時候 美國國家安全委員會 這個有一個報告說 中國在新疆羅布勃這個地方 從2019年開始活躍甚至進行小規模的核四報 違反了這個核安的條約 想請問一下喔 因為對照中共過去的慣性 只要內部有問題 他就會在外部找事情做 比如說1958年的時候 中共跟蘇聯鬧翻 他發起了823炮戰 比如說1962年的時候 大躍進失敗了跑去跟印度打架 1969年的時候文革的高峰時期 要跑去中蘇珍寶島之戰 1979年鄧小平為了奪華國鋒的軍權 然後發動了這個中越戰爭 假裝扶持越共的這個政權 請問國安局是否研判過 中國是否有可能主動挑起區域 或是局部的戰爭 那如果他的這個這件事情 他是否可能用戰爭來轉移 他的內外壓力的矛盾 他挑起這個衝突的可能性有多少 在這種情況下的話 國安局因應的具體作為為何 如果你就可以講可以講 不能講的我們就私底下講 是我要跟委員報 首先我要這個佩服委員 對這些情資的掌握 過去歷史都搞得很清楚 所以我們也得到一個共同點 就是說當中共政權 一旦有什麼危機的話 他的確他的方法 對外宣洩是管道之一 對外宣洩的方法也很多 有發起戰爭 有製造士端 反正主要部就轉移 國內這些壓力的焦點 但這個狀況 陳福剛委員提到 那麼多這個歷史的來源 我們國安局直施的 也就是這個工作 所以我們現在是累積 我們這已經發覺有的 真後很異常了 他不管是這個疫情以後 他為什麼要搞大外宣 不斷的 假如說台灣這樣 一旦用這種動作 他馬上會加倍的做這種反應 這也就是他要表達給他自己國人看 我們國力並沒有減弱 我們疫情防控做得很好的 陳福剛委員講 大概這個都是很可能 而且要密切掌握的 也就是說在國內疫情爆發的時候 他們對外不管是宣傳的部分 不管是這個 他們的軍艦出航等等 甚至他們的飛機 攻擊落台 不斷的加劇或是頻繁 我們的判讀是 他是為了轉移內部的焦點 同時我們也不放 我們也不降低台灣這邊的戒心 繼續嚴謹的來面對 這個中國可能的挑釁行為 這是一定的 我跟委員報告 除了他在宣洩內部的這些壓力以外 還有就他在追趕 他這個階段所延誤的進度 譬如說他在疫情當中 他整個部隊的私訊是停了 停了他現在要慢一點補回來 再加上美國對他的這個壓力 在南海的這些種種行為舉止 讓他也覺得假如我也不能手軟 我也不能夠氣短 所以這個互相一別苗頭了以後 當有發生在這個疫情的這個時間點上 所以更加大家會認為 他是為了要找一個鮮血管道 然而在這段時間 台灣並沒有任何主動挑釁中國的行為 是嗎 講一講我們一直沒有主動挑釁 我們一直都沒有嗎 所以其實中國到底會在這個東亞 或者是南海這邊做什麼事情 其實從來主導權都不是台灣本身的 不管是主權的宣誓 或者是政治的選舉 或者是我們這個總統的就職都好 他其實是他想幹嘛就幹嘛 跟我們沒什麼關係嘛 武漢病毒也不是我們引發的嘛 這個飛機落台也不是我們拜託他去繞的嘛 所以這些東西國安局做出來的情報 我們想說在這一次跟有機會跟我們民眾講 這些事情從來都不是台灣主動挑釁的 而且台灣想做什麼事情 基本上也沒有這個要求中國怎麼樣對等的回應 OK 我特別注意到中共東部戰區的陸軍 微信公眾號 也是他們的這個類似 類似我們的國防部發言人 但是他們是其中一個單位 4月13號的時候他說戰爭來臨你敢復食一戰嗎 4月14號的時候說面對戰爭時刻準備者 4月15號的時候說丟掉換槍準備打仗 這三天我們應該沒有做任何挑釁的行為 我們這樣子 這他對我們三戰與論戰的一環 好中共他在做任何動作之前 他也要造成這種聲勢 對 所以這個假如說他認為我們挑起來的話 那人家就講了欲加之罪何患無辭 他可以找你任何一個動作 任何一個做一個政策一個理由 把他做為他宣洩他口號的一個支撐 譬如說網路上會講口罩的問題 他就利用這個手去講 你們對我們不友善 我們對你們也沒什麼好客氣 好 因為時間不多我們接著講 因為這個除了實體上的戰爭 其實有一些戰爭 我們說心戰或是網路宣傳戰這些 其實一直都在打 其中假訊息我們沸沸揚揚吵了一整年 最近發現不只病毒會變異 連假訊息戰它也產生了變異行為 在疫情的過程 川普這個美國國家安全委員會 曾經出面澄清說川普沒有要封國 那為什麼要這樣子講呢 原因是當時這個有數百萬名的美國民眾 收到一封簡訊說 川普即將實行全美封城 川普政府即將封鎖國家 而且在這個時候呢 有非常多的民間團體跳出來 受到這個這個簡訊的影響 跳出來說拒絕封城 我們要打開心胸 打開我的家園 Open my home 可是實際上呢 這些團體的抗議 是針對一個並沒有要執行的政府政策 這是假訊息的其中一種 後來國家安全委員會就出來宣誓說 政府並沒有要做這件事情 而且甚至懷疑後面有中國勤工的這個協助 所以呢 在台灣也有類似的事情 除了主動發起假的訊息 像我們剛剛講美國的例子 還有一種 在台灣可能無意間 藝人名人公眾人物 甚至是政治人物 他們試圖去講說 中國會打台灣 他們試圖去對抗 我們這個疾病防治傳染中心的 專業意見 想要去進口 不符標準的快篩 甚至是想要全面對醫護做普篩 這一些話語 或許是公眾人物他們的片面支持 可是他有沒有可能 被中國的網軍或是訊息戰 拿來做風向的輿論的這個帶領 跟委員報告 剛剛委員長舉了幾個例子 我們以前都有發生過 對 簡單一個藝人講一句話以後 會掀起雖然大波 這什麼原因 就代表他對我們的輿論戰 是無時無刻不再進行的 那這個階段又有疫情的緣故 更加的借這個疫情 可以帶到很多爭議訊息 包括剛剛委員講的 對美國方面也是如此 好我做個結論 我們知道現在中國 這個假訊息有四個模式 資本模式地方模式 境外模式跟自產模式 其中地方模式就是由在台灣的中國人 或者是說在台的在地協力者 來協助中國做這些事情 所以我們必須清查這些人 他到底有沒有這樣子的背景 這是第一個部分 第二個 我們希望說未來 這一些言論 這一些假的訊息 我們可以從他的源頭 或者是怎麼樣的 把這些在地協力者的這個背景 查清楚 不要讓他們 不要讓民主的自由聯論 成為這個專制 侵害我們國體的一個管道 好嗎 好這我們應該要做的 好謝謝你們 謝謝陳柏惟成為委員 去張清輝 去張清輝